香菜粉又稱台式抹茶和椰漿加在一起 會是什麼樣子的飲料呢 當然是好喝的飲料才會和大家分享 那這兩種東西組合起來 真的是只有親自試喝才會知道有多棒 來看看我是怎麼做的 把一茶匙的香菜粉加入120cc的水 先把它調勻 調勻之後再來加入三分之一瓶的椰漿 我家的椰漿似乎有一點多 但是因為我喜歡所以我特別多加了一點 那又加了一些赤藻糖醇 加一般的糖也可以 赤藻糖醇熱量比較沒有 所以比較推薦 那這樣子就做好了一杯飲料 天氣熱的時候自然會想出好喝的飲料來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的 用刀背把喝完的椰漿殼拿來把它敲破 要吃裡面的椰肉 這裡 fan Ass 椰子殼其實還滿硬的 但是你敲到重點之後 也還算滿容易打開的 但是敲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 swoje 姐姐是有練過的 來看看他的椰肉有多厚 大概有至少0.5公分那麼厚 所以一顆椰子不但吃椰子水還要吃椰肉 然後比較成熟的椰肉會比較厚 那有的就會比較薄一點 那每一顆都不一樣 那我把它挖到調理機 要加鳳梨來打成果汁 因為如果只打椰漿的話 就味道比較沒有層次感 總是要做一些變化 那熱帶水果和椰子是最適合的 那把椰肉通通把它用湯匙刮下來 在刮的時候用湯匙的餅來刮比較好刮 香乾的厚 越厚的它香味越濃 但是也比較硬 所以我拿出我的破壁型調理機來打 用一般的料理棒來打 我覺得不夠碎 那把碎的椰殼清除乾淨 之後就可以放進來調理機打了 在打的時候加一些冰塊 這是不管做任何的果汁都需要做的 那冷凍的鳳梨塊也一起加進來 然後加一些水 要加水才打得動 那我水加得太少了 所以也是又加了第二次的水 那要吃 吃得多濃或者是多淡 就是都由水來決定 那我們也可以先把它打到細碎之後 再來調濃蛋 然後再決定要不要加糖 這是做好的果汁 上面那一隻熊是鳳梨加百祥果汁 是做成的